会上介绍,2022年中国净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以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的出口为代表 我国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点 从国内看,外贸为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国际看,在全球经贸环境动荡的大背景下 中国采取了有利措施,稳定生产,稳定出口 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全年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货物进出口突破了40万亿元大关 达到42.1万亿元增长7.7% 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保持增长 我们前三大贸易伙伴对东盟、欧盟和美国 进出口分别增长15%、5.6%和3.7%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让做外贸更简单 更便利、更有获得感 新的一年,商务部重点要落实好四项举措 包括强化贸易促进、合理扩大进口 深化贸易创新、稳定外贸产业基础 所以在新的一年,我们要精心服务好 外贸企业主体 优化出台新的贸易政策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、解决问题 持续提高外贸的综合竞争力